进入老年状态之后,我们一定要知道,并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够遇到有缘人,在现实生活当中,我们需要明白很多道理,一定要真正懂得生活,在大多数时候,我们需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位,只有懂得生活才能够让日子好过,缘分将近,必有征兆,人老了,和这几种人斩断缘分,余生幸福安康。 这里是大道无形,分享国学故事,欢迎订阅。 一,反目成仇的亲戚。 有人说过,亲戚就是一群熟悉的陌生人,熟悉在于,我们跟亲戚有一定的血缘关系。 都是一个祖宗的后人,不熟悉在于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,除了逢年过节,其他时间都很少往来。 亲戚这个群体,还有一个特点,那就是喜欢就紧攀比,比如,看到你,就跟你攀比,谁有钱,谁买了房子和车子,谁的孩子更优秀。 攀比多了,就只会导致一个结果,亲戚的内心不平衡,笑人无,恨人有。 你过得好,他就会仇视你,你过得不好,他就会哈哈大笑。 正如古人所言,门前拴上高头马,不是亲来也是亲,门前放根讨饭棍,亲戚固有不上门。 这是一个重视利益钱财。 而不重视感情的年代,那些总是重视感情的老好人,基本都遍体鳞伤,如此,即使斩断没意义的缘分就好。 二,有深深代沟的人。 代沟是指两代人之间在思想、价值观念、行为方式、生活态度以及兴趣、爱好等方面的差异、对立和冲突。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代沟,其实也是很正常的行为。 但两个人,如果彼此之间存在的代沟很深,彼此之间难以理解对方的所作所为,那么,这样的人,其实就算是一种和我们无缘的人了,就是在一起。 也是一种煎熬,彼此之间就是有话也不想说。 人到六十,我们已经走过了人生岁月的许多风风雨雨。 在这样的一个年龄,我们已经学会了舍得和放下。 那些和我们有过深深代沟的人,我们已经懂得用我们心如止水的心态去面对。 也许,在现实生活中,当人到六十的我们,走过那些和我们有过深深代沟之人的面前时,我们还会露出淡淡的微笑。 而这样的一种表现,是人到六十的我们,越近岁月沧桑之后的一种洒脱和自然,更是一种人到六十之后看破红尘的心态。 而这样的一种心态,其实就是说明了我们已经和那个和我们有过深深代沟之人缘进了。 也许,转身离去之后,大家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,不亦乐乎。 三,相伴多年的同事。 曾经的默契与温暖,任何一段长久的缘分都需要时间和默契来铸就。 在工作岗位上,我们与同事之间紧密合作,分享了欢乐与心酸,一起经历了成功与挫折。 每天一起奋斗,相互扶持,我们建立了一种深厚的情感连结。 曾经,我们总是能够互相理解,互相呵护这种默契和温暖,让我们感受到了工作中的亲情。 岁月流转后的变化,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逐渐步入了人生的晚秋。 年轻时的勇气与活力被岁月慢慢冲淡,身体机能和精力也随之衰退,我们不再像从前一样敢于冒险。 工作动力也逐渐减弱。 与此同时,我们的工作伙伴们也逐渐离开了我们,有的因为退休而告别,有的因为健康原因而离开。 温馨的工作环境也逐渐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陌生的面孔和疏远的目光。 缘分的尽头不是终点,尽管我们与工作伙伴的缘分渐行渐远。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人生就此终结,退休之后我们有更多自由的时间去追求自己的兴趣和梦想,找到新的发展机会和挑战。 我们可以加入社区组织,参加志愿者活动,结交新朋友,开启全新的人生篇章,通过亲友间的交流和珍惜,我们仍然能够获得人际关系上的满足感。 回忆与感慨,离别往往伴随着回忆和感慨,当我们回想起与伙伴们一起努力工作的岁月,回忆起那些忙碌而美好的日子,我们会不禁流露出感伤之情,然而我们要学会正视现实。 接受时间的流逝,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,享受生活的每一天。 四,只知吃喝的玩友,常言道,饭菜对白酒,越喝情越有。 人嘛,朋友聚会,领导请客,逢场作戏喝点小酒,应酬应酬也在所难免,毕竟这就是咱们国家特有的酒桌文化。 人话又说回来了,站着年轻,身强体壮,那倒也没有什么,可一旦过了六十岁,若再这么活活,不知道收敛的话,可就是在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了。 告诉你,咱这可不是危言耸听,不说别的,就看看你这身边,每年在这饭桌上倒下去的老头老态有多少。 恐怕一只手掌都掰不过来吧。 所以,做人咱得学会扶老,懂得进退,不要总拧巴着一根筋,跟自己对师干,偶尔的吃喝玩乐,讲个热闹,图个开心,那可以。 但若是经常喊你白场子的玩友,便就不要给面子了,当断则断,因为他们这可是真害你。 总之,年过六十岁的朋友们,最好还是要与曾经的玩友们做个告别了,毕竟还是身体最重要,您说是不是。 五,曾经心动的知己。 世界上无论圣人贤者,还是凡夫俗子,都无法确保对婚姻的绝对忠诚,这话或许有些绝对。 但却是事实,就像一个上课再怎么专心听讲的孩子,也总避免不了有开小差的时候,一个在河边走了十年都没有沾过水的旅人,会不会在十一年后出现失邪的尴尬? 百密总有一书,千算难免一失,或许你可以一年,两年,甚至十年,二十年,拍着胸脯信誓旦旦的承诺不会背叛自己的另一半,但三十年,四十年,五十年,甚至是一辈子,您难道都能保证对别人没有一丝丝动心吗,哪怕是精神上的? 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完全做到,因为动心是原始脑的本能欲望,是荷尔蒙和多巴胺的暗箱操控,而作为身体上司的理智脑,所能做的也只能是用道德去约束,不能直接选择逃避。 说到这里,可能有些杠精立刻便坐不住了,柳夏慧不就是坐怀不乱的典型代表吗? 对,是不错,柳夏慧的确能够抵御年轻女子的坐怀而不乱,可她那怀中的女子是什么人? 人家姑娘只是由于临湿了衣服,寒湿难耐,逼不得已之下,才请求在柳夏慧怀中采暖,已去寒湿,说白了及,姑娘纯属本能之举,并没有任何勾引柳夏慧的企图。 而若姑娘真的有心去勾引柳夏慧,请问这柳夏慧还能坐怀不乱吗? 再说,即使柳夏慧仍旧能够坐怀不乱,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格力,并不具有普遍性,没有实际研究的价值。 因此,咱也只能奉劝60岁后的朋友们,无论你的精神世界里奔跑着多少匹脱缰的野马, 此时最好也要学会和没有结果的知己道一声别,说一声再见。 因为,和你相如以沫,走过风风雨雨的老伴,才是你最应该放在心上的红颜知己,您觉得呢? 谈到断交,其实很多人都不喜欢这种词汇。 认为这样做过分绝情,就跟不懂得人情事故一般。 像这样的理解,其实还是有失偏颇的,要知道。 断交并不代表了绝情,而是代表了我们对于人情关系的看透和成熟。 特别是对于历经半生的中老年人来说,有些关系就不要过分在乎了, 与其关注别人,不如关心自己的家人。 在这个世上,除了家人,又有谁希望我们过得好呢? 这才是真相,这里是大道无形,分享国学故事,欢迎订阅。